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字典要实现的主要的一些操作 第一个操作是set 对吧 咱们现在假设咱们这有个字典 然后set呢是往里面添加一个元素 对不对 往里面添加一个 那么第二个通过键值 通过键去移除这么一个元素的话 是delete就把它删除了 对不对 把它拿出来删除了 这个是添加进去 然后第三个是检查这个键是否存在 对吧 check 检查它是否存在 那么第四个呢是获取它的值 注意啊 这个删除是两个概念啊 是要获取出来 get 那我们想一下我们首先要实现哪个方法呢 当然这个顺序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我们要首先实现的应该是像字典一样 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个has方法 检查这个键是否存在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字典在字典跟这个上一课学集合里面 集合有个特点是什么 是它是不重复的 对不对 那么字典呢 它是怎么样的 它的key是不能重复的 然后它的value是可以重复的 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你啊你16岁的时候对吧 你16岁的时候你身高 身高 啊1米65 cm 对不对 后来你长到了18岁 你的身高 变成了1米80 cm 那么对于你来说 你是不是相当于你这个键是不变的 就是说你设置了相同的键 比如说啊你填一张表格对不对 填一张表格 你16岁跟18岁填的 他们的这个key是不变的 只有说你把你1米65改成了1米80 对吧 长高了 所以说我们在给字典去设置一些元素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它的key呢 是不允许重复的 但是我们在使用那个对象的时候应该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对吧 它会怎么样 会直接覆盖掉 因为key重复呢 会把这个value给覆盖掉 对吧 会把它覆盖 比如说原本是1米65的 后来换成1米8了 这1米8的值呢 就把这1米65给覆盖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set的时候用不到has方法 对吧 首先has方法在这用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呃 添加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它存不存在的 存在的话 直接覆盖就可以了 这完全符合咱们的一些呃 正常的理解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第二点 移除元素的时候需要检查是否存在吗 咱们在delete的时候应该是要检查 对吧 因为你在删除的时候 你得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key 没有这个key的话 你就没法删除的 同样这个获取呢 也需要检查是否存在这个key 对吧 当然呢 如果你要直接用对象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 可能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就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呢 为了让咱们代码更严谨一点 咱们还是把这一步给做好 好了 首先我们实现这个dictionary类的主体结构 注意要大写开头啊 dictionary 等于一个function 写一个构造系 对吧 然后存储这么一个元素的一个结构呢 用对象来进行 OK 第一个has方法 检查这个key是否存在 那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对吧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 returnitems.hasunproperty 这代码题是没有一点烦 对吧 property key 是否存在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例子咱们上也可以举过很多了 对吧 相信大家对这个对象已经是相当的熟悉了 wow book等于 对吧 咱们有一个例子在这 对吧 然后我们去检查 book.hasunproperty 什么 nate 存在吗 存在对吧 咱们的检查一个不存在的 比如说价格price 防御结果是false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 这个件是否存在的方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下 比如说 name name inbook 对吧 咱们用in这个关键字 去做这么一件事 再试一下别的 price inbook ok 这两种方法呢 返回的结果是一样对吧 当然呢 它们的区别在于 上面这个方法是调用了 这个object的类型的 hasunproperty 这个方法对吧 这是用了js里面的一个关键字 它们两个呢 是有点区别的 啊 我们把两个都写下来 反面带以后 可能会用到这么一个方法 key in items 对不对 这个检查方法呢 就那么简单的完成了 检查 检查件 是否存在 对吧 这是咱们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是set 往里面去添加一个元素 往里面添加一个元素 其实非常简单了 就用咱 就用咱们之前说过的方法语法就可以了 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需要说明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还是还会很小这个 等于function 设置的话 要把key跟value都设置进来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么写对不对 首先我先抛一个例子出来 items.key 等于value 看起来没错对不对 你穿进来的是不是key 对吧 但是我们说了 这是直接访问什么东西 访问对象的key这个值 那么另外一种写法的区别是什么呢 items.key 等于value 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items的key这个属性 这存不存在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将key看着一个变量 咱们上节课 是非常严肃的说过这个问题 对吧 讲了很多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呢 一定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对吧 我直接把它删掉吧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ok set的方法呢 就这样简单的完成了 接下来下一个是 去 呃 delete 等于function 对吧 通过key去删除 然后我们要删除的时候要做个检查了 if this.has key 有这个key吗 如果有的话怎么办 delete items key 注意一定要用方括号语法对吧 不然你操作的只是key这个属性 而不是将key看着一个变量 ok 然后呢return true 表示删除成功 不然呢return false 对吧 删除失败 ok 最后一个get的方法 这个简单了 get等于function get key 然后呢跟刚才一样 if this.has key 如果有key的话怎么办 有key的话就returnitems的key 对吧 如果没有呢 return undefined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ok 咱们来试一下吧 为了测试它 我们写一个getitems的方法 对吧 这是咱们写过最常用的一个方法了 returnitems ok returnitems 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测试一下 呃回到咱们index.html对吧 把上一课集合的引诱的js删除 然后呢 引诱下一个 叫咱们的 呃字典 对吧 点js ok 在浏览器中打开 好了我们 new一个dictionary类 然后呢 地点 首先去设置对吧 set 比如说 呃price 200 然后呢设置 nam为 对吧 呃智商税 最近在看那些区块链的东西 对吧 觉得大家有时候还是很难去保持一些理智 特别是一些有钱人呢 把这种东西 对吧 一些 不是不应该说有钱人一些有资源的人对吧 把这东西看作一种啊智商的收割工具 对吧 把把大家看作嘴韭菜 而不是说真正的想去发展某个行业 却实际上感到挺心疼的 咱们去获取一下 get items 看看咱们的获取成功没 啊 咱们设置成功没 成功了对不对 这些呢 这是一个dictionary类的一个东西 好了 接下来 去看一下 has 这功能存不存在 has price true 对不对 测试一个不存在 price2 false OK 这个也没有问题 has方法也没有问题 下一个我们去测试 delete方法 deleteprice2 返回false 你都没有这个对吧 然后deleteprice 成功 然后呢 再执行一下 get items 只剩下nam这个属性了 OK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什么 get对不对 get我们就剩一个nam属性了 OK get一下nam 那get一下不存在呢 price 啊 untify对不对 这个就是字典结构的一些方法 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因为它基本是完全使用了咱们的object类型的一些方法的操作 因为gest object类型嘛 就已经参考了字典的一些实现 对吧 所以这点呢 啊 用起来 咱们学起来用起来都非常简单的 好 那我们把这些方法过完之后呢 我们啊 以一个宿主的方式返回字典的值 啊 这个东西呢 啊 你可以写一下对吧 我就不写了 因为咱们重点不是 也也也不是说把字典讲的多好 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散列表 好了 还有获取全部建名 这个方法呢 注意看这个方法 咱们上一课已经用过了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吗 这一行代码 应该是 object类型的静态方法 keys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上一课讲了很多 对吧 包括 咱们用的最常用的静态方法 mass s.radom 对不对 在js这门语言里面 我们是没有静态方法这些概念的 其实 但是如果在java里面 比如说你设置一个类class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会设置一个static static为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呢 就叫称为静态手心或者方法 但js里面呢 咱们有一种 比较偏本的一种实现方式 对吧 但是呢 也把这个效果给实现了 好了 这就是字典的一些全部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完全有意思的东西 叫做散列表 这两个我都不说了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散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散列表的一个概念什么吧 我们先不看这PPT了 这PPT有点太乱了 OK 什么叫散列表呢 我们正常用平时用的列表怎么样的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是怎么样的 是相邻的对不对 比如说一后面跟着二跟着三跟着四跟着五跟着六跟着七 对不对 包括我们之前在写程序的时候习惯把一些用一个对象 数组去牵套一个对象的方式 去实现咱们的一个程序的功能 比如说啊 咱们有个books 这个变量对吧 存储了一个数组 只像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存储了很多数的信息 比如说第一本书 nam为红楼梦啊 这个咱们写起来有点累啊 写起来有点累 比如说咱们有个books这个变量对吧 存储了一个全部书的一个结构 第一本书 nam为红楼梦 然后呢 它的price 对吧 我就喜欢举一个例子price 为什么呢 为200 整理一下代码格式 然后 接下来 有很多本书对不对 比如说红楼梦啊 水浒传 对吧 这个比较便宜198 然后呢 金平梅 199 对吧 然后呢 西游记 132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一种结构 但这种结构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查找一个一本书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查找红楼梦的时候 那你应该怎么去查找呢 你是不是得写个for循环 对吧 写for循环 然后呢 从这个第一项开始检查 从第一项开始检查 比如说你想找西游记啊 你要找西游记这本书 OK 然后第一项检查 是不是得看它的nam 是不是想的 第一项检查 不是 怎么办 第二项继续 不是 继续 第三项 不是 再继续 第四项 这样的话 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效率非常的低 比如说 比如说你有 一 我 我不想数到个零啊 一千 一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你有一亿条数据 然后西游记恰好在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就刚好是第 呃 第九九九 什么什么什么条 对吧 9999万条 那么 对这条数据你的查找起来会非常非常费劲 因为你的程序需要运行一亿次 大家都知道运行一亿次什么概念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每次运行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去比较它的NAM是否相等 那么呢 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性能的开销 OK 这是咱们一个程序的例子 我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一条街 对吧 有一条街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嗯 随便吧 比如说叫 美丽街 对吧 美丽街 大家知道 就是一般来说在日本 对吧 他们喜欢怎么样的在自己的家门口 对吧 家门口这里会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他们的主人的名字 比如说工藤新一还记得吧 大家应该看过这个 呃 那个明山柯南对不对 会在 会在家门口写上他们家的姓啊 不是工藤新一是江户川对不对 江户川 之类之类这样的东西 好了 假设我来举个例子啊 现在我们这个街上呢住了很多很多户人 一户两户三户四户五户六户对吧 等等等等等等等 后面的啊 一百户 一百户啊 一百零一户一百零二户 对不对 OK 第一户第二户第三户第四户第五户第六户 一百一零一一零二 假设啊 这是他们的门牌号 可以吗 门牌号 然后呢 每个人的家家门口对吧 都放了一个牌子 告诉别人自己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OK 然后OK 我现在要要让你去找个人 找个人 OK 第一个我要你去找 比如说让你找找柯南 去找一个叫江户川的人 这一家对吧 然后你会怎么找 你会从第一家开始找 是吗 不是 OK 在第二家 在第三家 在第四家 在第五家 在第六家 一直找找找找到为止 这样是不是很费劲 对不对 你得一家一家的找 这样的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性能开键 可能说你找到可能 一百户人家 你可能得找一两个小时 对不对 你走的走的走的够呛 然后我们再考虑第二种方案 我告诉你 去门牌号一百零一号 给我找一个人 OK 一百零一号找人 这个是不是很快了 你一看 你进来这条街对吧 一看一号 不是我想要的 OK 直接走 一看 一百零一号 到了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 在用咱们之前一种常用的一个 序域结构 产生一种问题 咱们以前应该不能算有序域结构 对不对 这种结构 第一种查找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 有点什么 存储简单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只要 碰到一户 人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要找的时候呢 一户一户的找 查找 查找困难 然后这种方法 门牌号的方法 是可能你存储的时候会复材 但是你查找的时候 非常简单 只要直接定位就可以了 直接定位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我要举的一个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举的 就是我们人类 在查找一些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去找一本书 去图馆找一本书 你是不是很希望它在哪个书架 在多少号 对不对 你只要讲它 它哪个书架多少号 这样你查找起来是不是很快 而不是说你去相关的分类那里 比如说你要买一本 Node.js的书 对吧 Node.js 你去IT开发那里找 一本一本的找 那么你得找多久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学这个东西呢 叫散列表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去制作这么一个 可以直接定位的这么一个表 方便我们去读取数据 OK 了解这个概念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去讲一下 它的大致的一个思路 我还没听见啊 可以听六 Bo 我还没听到 我还没有听到 这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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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这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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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